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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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Andy! 今天好像是寒流 然後又下著雨 你為什麼不把試車排好天氣啊? 因為我們今天試的車比較特別 因為這一台它搭配了就是 非常有名的Quattro 四輪驅動系統 所以說我們就特別在這種天氣 可以試出它的一個操控性、安全性 有道理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油門就是一路一半 然後再過90度的彎角對不對? 對! 才怪 好!那我們就來看是什麼樣的車 讓我們在那麼濕冷的天氣出來試車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 奧迪A640 TFSI Quattro 這次這台車它是換一個新的引擎 應該是說它就是2015年小改之後 它這顆引擎又動力更往上跳 在優化、強化 實際開起來就覺得動力很不錯 很難聯想到它只是2.0是四缸 我覺得它這顆2.0渦輪增壓引擎 它其實是一直進化 它不但運轉的聲音越來越小 然後運轉的平順度越來越好 而且你看喔 它252匹 37.8公斤吧 它這其實 以前是它大概3.5 3.2、3.5那種水準 最主要是你有沒有覺得說 它這個動力 其實等於是以前2.0改晶片的動力 對不對? 以前200匹 改一改代就230 有改還怕 保固沒了 現在不用 直接給你 對而且很重要的是以前的車 譬如說200匹 你改為240、250 沒有這麼平順 對不對? 所以這原廠給的東西就是厲害 對 六缸自然進去 其實都還不會有這麼兇猛的扭力輸出 對對對 因為它這個是有做出 譬如說1600轉到4000轉 它都是扭力高遠 那你說就算它以前 不管是3000cc、3200cc 或4000cc V8 它那個其實它的最高扭力點 大概就最高扭力點的轉速 正負500轉 大概就那個範圍 那我們這個是 一、兩千轉都在這樣的範圍裡面 尤其它那個變速箱 雙離合器它那個換檔之快 之順 真的 就要講才想到 欸?它有沒有在換檔啊 對對對 好順喔 相當好開 相當輕快 而且你仔細體會它的方向盤的轉向 然後你從P檔拉到D檔 然後你踩油門跟煞車 它其實都很輕盈 所以變成說 你不會說啊 歐洲車就是硬邦邦就是很厚重 不會 這台車非常輕快 那另外一點就是 它這次新增加的Quattro四驅系統 對 那我覺得它現在新一代的Quattro 它運轉的內部阻力越來越低 開起來 因為以前的Quattro 你只要一收油門 你就覺得 哇 有很明顯的減速的感覺 就會覺得 哇好像四個輪子都在 都在有拖住那樣 那新的這個不會啊 你看現在我現在是收油 對不對 對 跟它的前驅板差不多 四驅其實最大的優勢就是 因為它前後輪都有動力 所以你在全油門起步 尤其是大馬力車種 它不太會說遠地空轉 它一定是碰一下就出去了 對 然後還有安全性也是一點啊 對對對 打滑或什麼 它在一些惡劣路面的那個抓地力 會比較好 對對 那相對 所以我們不鼓勵說 因為我的車有四輪傳動 所以我可以肆無忌憚的開快 或者是下雨天 我也跟你變換車道 我覺得這種觀念都不對了 應該是說 我的車有四輪傳動 那我現在是 可以直到下達的路框 我不可能說 我還是開時速100 時速110 我可能是說 那我稍微放慢速度 降到80、90 那這個時候 你的安全性就會比 只有前輪傳動 或只有後輪傳動的車更高 我覺得這個觀念是 一定要先建立的 對 我覺得這輛車 它的外型 它的空間 它的各種科技配備都很棒 對 然後開起來 2.0 足夠應付所有路面 對 我們有示範那個 後座的空間 後座的空間 四個車是沒有問題 當然 你要再擠 坐五個車就 有點ㄍㄧㄧㄚ 是啊 因為它為了容納 它那個 四驅傳動軸的那些位置 所以它中間 那個 龍骨吧 對 應該叫龍骨吧 嗯 比較龍騎 對對對 可能只能適合做小朋友 可是小朋友給它做中間也不對 對 簡單來講就是做四個大人 它這次導入 誇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點子 對對對 因為它的對手都是後驅 對啊 購買者會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理由 可以選它 現在看起來 不然內觀 內 內 內觀或內裝 內觀跟外裝 內觀 到底是什麼呢 外裝跟內裝 才怪 外觀跟內裝 我覺得它們的型就是用很簡單的線條 然後 老鴻 外裝 天亮 反正 不然 可以 不然 不要 感谢观看